花蓮縣議會第19屆第八次定期大會在13號 就要進行憲政總質詢的議程 並且由縣議員黃玲瀾、黃新成、建中來進行質詢 回來有限電視台和東亞有限電視台 在每一天下午4點到晚上8點鐘會全程轉播 在第20頻道和第4頻道同步播出 歡迎鄉親可以按照時間來收看 花蓮縣議會第19屆第八次定期大會 也是縣議員最後一屆最後一次的憲政總質詢 在13號開始並且在上午9點鐘到中午12點登場了 則是由縣議員黃玲瀾、黃新成、建中三位縣議員 進行憲政總質詢 回來有限電視台和東亞有限電視台 會在當天的下午4點鐘和晚上的8點鐘 同步播出全程錄影的實況 歡迎縣議會表示 最後一次的憲政總質詢 縣議員同仁們則是在各個選區 為選民們所提出的地方需求 和各項事務提出多項建言 另外針對0918地震造成的 學習箱、玉璃鎮、負離箱和左膝箱 重窗地方重要橋樑和家庭房屋 針對黃丹和紅丹 以及不符合協助寵政的住戶 和華蓮縣議員提出的寵政家園內容 也將會成為縣議員質詢的焦點 歡迎縣議會表示 縣議員們可以利用縣政總質詢的時間 10月13號到10月28號 可以向各個選區的縣議員們 澄清反映 希望在縣政總質詢的時間 表達地方的心聲 回來有線電視台和動員有線電視台 也會在當天晚上7點30分 在第20頻道播出 縣議員們所質詢的內容 也請鄉親愛視收看 記得縣議歡迎收看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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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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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